我想起来一个什么 就是那天跟美台师聊 他说以为泰国那边物价特别便宜 还不叠就特别便宜跟莱特一样 我说不是 我去台湾以后最多也就是七折八折国内价 而且现在疫情闹完了 可能跟国内是同等价格的 一点都不便宜 后来我说仔细一想 其实应该这么终结 他说因为你看很多国外视频就明白 就是越发达的地方物价越便宜 人力越贵 越落后的地方物价越贵 人力越便宜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因为就是你弄个思想实验 就是以前有人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就是把伊隆马斯克 爱因斯坦这样的聪明绝顶的人 一个人直接扔进荒山野林 圆着丛林里 然后让他造一颗螺丝丁 撇的螺丝丁 他造不出来 可能一辈子不见得能造出来 首先他要挖铁矿 一个人在一个大深山里头 找哪有铁矿 然后挖铁矿 挖出来铁 即使他在一个刚好运气比较好 这附近就有露出的露天的云铁 铁网 铁网石 就在地面上让他直接剪 他需要冶炼铁 需要几千度高温的炉子 这个炉子也不是说你刚好随随便便拿个木头剔柴一烧就能烧出来的温度 这个炉子也是需要很大的工程量去建设的 然后他造这玩意 好不容易造出来 他就算是他通行绝顶 什么知识都会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全部都能自己摸索出来 然后演练出来铁 然后你造这个铁的工具 造螺丝钉 这个模具 然后开始做 这各方面的累积起来 整个造这玩意打磨 成一个标准的普通的螺丝钉 我估计都是需要各种工具 各种原始材料的设施的积累 这些设施积累都是组上人类一代一代这么做出来的 然后也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可以凭空就是冒出来的 都是这么积累出来的 所以就说你让他去造一辆特斯拉 这是不可能的 一辈子都不可能 造个螺丝钉 可能还没有像有生之年几十年 他能造出来 然后那个 所以就是发达国家 他的人力成本贵 那个物价低是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就好像组上阔过 买了一辆螺丝钉的车 然后他现在就穷了 没现金流养那车都养不起 就是维护他的维护都维护不起 但是他的那个 保养费虽然维护不起了 他那车只要还能凑合着 有质量的用着 那他这个钱也都是可能怎么也比你这个新兴国家的 这穷的一穷二白啥也没有 就自己靠打拼 刚刚攒下来一点钱能吃的保充暖的的这个 就是说他多一台生产资料设备 就是说如果他不是个车 是个厂房工具 生产资料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他这个物价 他越是发达地区的人 他这些生产的资料都越丰富 设施越丰富 而且他这些生产经验也都越丰富 他毕竟生产这么多年嘛 生产螺丝钉生产这么多年 总是比你这个更了解这个温度啊工艺啊 这些细节尺寸呢 你这个完全是一穷二白自己 相当于从头开始自己研究摸索造的这个 他这个就是成本高销利益 那他物价就贵 反之人力成本机 那是因为他造不出来什么东西 然后他这个干的活就不值钱 所以他人力成本就贵了 造出来啥东西 然后那个就业机会也少 那个整个这个产业就不多 然后那他越是发达的地方 他因为能造出来各种各样的东西 生产效率也高 他就需要大量能源家 那这个每一个人 但凡能出来打个字弄个电脑 可能成本就能造出不少东西 他的价值高 所以他人力成本也高